风风锅 今天没有 今天我们菜色大家看一下 艺人KID信息满满 介绍自家火锅店海鲜食材 去年底开幕后 许多消费者冲着艺人光环来尝鲜 但却有民众大失所望 网友在PTT上发文表示 桌上和墙上有蚂蚁 没用过的碗内还有虾壳 卫生环境不合格 限时90分钟 但海鲜盘却等了一个小时才来 虾子却连沙肠都没清 在探听点书留负面评价 还直接封锁人真的烂透了 不只环境让消费者反弹 就连食材清洁也没做好 它吃起来就会沙沙的 就是口感就不好 就好比说我们吃到沙子一样 轻轻化开虾子贝壳 手指往沙背轻轻一拉 一条细黑的沙肠被拉了出来 许多火锅业者为了维持食材口感 出餐前都会特别将较大只的 虾子清除沙肠 以火锅店包含餐厅来讲的话 他一定会做 小只的可能口感比较不影响 那大只的话一定会做 除了网友贴文给火锅店副品外 Google评价也只有3.2颗星 大多不满食材跟员工服务问题 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KID表示许多员工没有服务经验 未来也不会再封锁或删除留言 夹带一人光环投资副业 除了名气优势外 环境卫生与员工训练 也不能轻忽 记者谢维宜 陈子芬台北报道